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安侯经验会计师事务所的税务部 Tax Partner Link 今天很高兴有着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扣角的小pebo 目前我们台湾最常见的跨国交易 就是台湾公司在使用国外的劳务的时候 支付的一些费用 比如说台湾公司跟国外买线上广告 还有使用云端服务支付的劳务费 或者是我们使用国外专利权而支付的权利金 或是租机器设备时付的租金 这些payment都是需要做扣角的 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今天的外国公司 是位在跟台湾有租税协定国家的地方 比如说UK、德国、荷兰 或者是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 这些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运用这些租税协定的条款 将扣角税款的20%可以有条件的把它降到0 或者是10 除此之外 台湾本国的税法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优惠的措施 可以让我们把税率降低 比如说支付一些外国的权利金的服务费里面 如果今天它的内容符合条款的话 它可以是免税的 那另外的台湾税法里面也有规定 如果我们今天是针对技术服务费 符合一定的条件 我的税率也可以从20%降到3% 就我们的经验 其实外国公司从台湾取得最多的就是 营业利润跟服务费 那目前台湾的财政部有设计一套 所谓的贡献度跟同业利润标准 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外国公司的所得 这样的制度其实适用在所有的交易 不会限于只是租税协定的国家 简单来讲 因为所有的一些账册都在外国 所以它是用一种推估的方式来协助 税局去计算外国的所得到的有多少 刚刚提到这种推估制度 其实是适用在跨境电商的交易 即依照来源所的认定原则 第15条之一里面的计算 都可以运用得到 以跨境电商来说 如果今天有100元的服务费收入 它乘以30%的利润率 加上50%的贡献度 扣角税款就是可以从原来的20 降到3元 另外的话 针对15之一的计算方式也是非常类似的 如果我今天有支付给海外的关系企业服务费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制度去计算 它的利润率可能是21% 所以相对来讲 我的扣角税款可以从20元降到4.2元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结税方式 刚刚提到这些出税优惠 其实都是需要由外国公司做申请人 向台湾的财政部或是国税局申请之后 拿到核准才可以适用 但是以往我们的经验里面 常常看到的状况是 外国公司会把相关的扣角税款的负担 转嫁给台湾公司 意思就是说 他们收到的钱 就是不包括任何的扣角税款 在这个情况下 外国公司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意愿 来协助台湾公司做这样的申请 那台湾财政部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去年的12月16号 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跨境电商 及来源所得认定原则15-1的 这两个制度开放 如果台湾公司为实际扣角税款的负担者的话 它可以当作申请人去跟相关的主管机关 申请这个较低的税付这样的制度 在申请的过程中 税局当然也是会针对服务合约的内容 去要求做进一步的说明 往返文件其实也是蛮复杂的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公司可以 请专业的事务所来协助 做这样的申请 降低双方的沟通上面的困难 加速整个整合的进程 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结税经验 那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